Leo聊四季 天天又不信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不列甸人對上Pushimia人 這套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蒂夫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不列甸人 不列甸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長弓兵的射程可以高達12射程 城堡時代開始弓兵就有射程的優勢 但是不列甸身為弓兵國卻沒有拇指環 所以這一點在對射的時候可能要特別注意 不列甸人後期主要可以打槍兵配長弓 試一些情況也可以轉出肉馬 先起兵去反制對方的戰毛兵 畢竟他有三級馬鎧 所以對付對方的戰毛死 至少不會被對方的戰毛依法激活打死你的肉馬 所以他肉馬針對後期的戰毛兵還是有點用處的 不列甸人後期還有巨型投擲機戰狼科技可以用 可以讓自己的巨型投擲機準度變99%非常準 而且弱彈死會變成管御性的範圍傷害 有點像是變成頭子車半範圍的那種感覺 總而言之他的戰狼是可以抵擋對方火炮 跟巨型投擲機的一個特殊單位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最大的特色是城堡時代 可以在修道院研發宗教狂熱跟神聖思想 到了後期還有騎兵的額外增傷效果 不管是遊俠還是大象 都可以迅速戳掉敵方的騎乘單位 波西米亞的榴彈炮更是一絕 他是唯一可以升級火炮文明的特殊文明 那他的火炮是比較狠的地方 是弱彈範圍非常的廣 打起來非常的兇狠 後期的波西米亞也可以點出化學 去轉出火槍配擊兵跟榴彈炮 還有一些老頭作為搭配 算是配兵組合比較複雜的文明 那最近波西米亞的勝率非常的高 來到56% 目前看起來的數據是 大部分波西米亞的玩家 在這個城堡時代出這個 胡斯派戰車 不是胡斯派戰車 就是胡斯派戰車 出出來之後呢 好像大部分玩家都不會去抵抗 所以這個波西米亞最近的勝率有非常高 那胡斯派戰車要抵抗方式 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使用投石車或是老頭 或大量騎兵去壓制 才有可能打得贏 因為基本上胡斯派戰車是 壓制敵方工兵單位的 那胡斯派戰車這個單位在高端場 不知道效果會如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兩邊肉馬鋪打 OK 這邊血量有點極限喔 誰血扣比較慢 但是 你看這裡沒有打算要繼續打 那MBL選擇要圍左邊的家裡 然後再把左邊圍起來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右邊也稍微圍一下 圍一個非常特殊的圍法 OK 這邊很早就去圍家了 大概12村左右 然後這邊是配絲木 配絲木的話 圍家就不太會有這個壓力在了 那這就意味著 這個 MBL 可能是想要打城堡時代 然後盡可能把自己家裡給圍死 可能果汁的部分稍微吃一下 也不會吃太多 好 好 那 布列甸這邊看起來是 吃米養吃得很開心 那布列甸也是吃這個可以驗化的動物 是吃 吃的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它其實也很適合 這個極速上封建時代 17匹 然後去點這個棒棒啊 或是肉馬 進行潛耀 好 一點完這個 一點下封建時代之後 馬上去補木頭 不到10個人 剩12個人 直接大爆採木 甚至這個肉吃到一半也不吃了 那這邊有開始挖進了 這很有可能是要趕快先下一個均勻 然後補下射箭場 開始做潛壓的動作 那不是打肉馬也是比較特殊的一點 那它還是有正常的用這個模仿 來看一下配置的部分 我們就再試試看地形 這邊看到均勻已經下了 配置的部分是石墓 準備要175木頭了 回頭開始去吃綿羊 那這樣肉的配置呢 可能會按肉馬會有點壓力 可能會下射箭場 會更有可能一點 那果然是下射箭場 然後最近的解說風格 可能會取消這個地圖評分的 好像大部分觀眾都已經開始漸漸了解 這個地圖要怎麼看 還有去注意著防守的事項 我們就回歸到配置上 這配置上感覺是會更重要一點的東西 好 那不列電這邊是轉出了弓兵 那單射箭場的情況下 至少要補到四個人挖進 會比較安定一點 才可以確保這個弓兵不斷 那通常弓兵出去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也要去按幾隻槍兵 去防守對方的馬爆 但為什麼這邊不列電沒有去下這個 這個叫什麼 槍兵的關係 是因為他這邊有看到 MBL已經把家裡圍死了 他連均勻都不下 就是單純叫圍 所以這邊連槍兵都不按 好 這邊再拉更多村民 過來圍住家裡的部分 可以直接圍了前方 讓對方再更慢進來 讓自己後面有機會可以順利圍起來 好 那尼控這邊是拉了三村 想要前壓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那MBL這裡也是被燒到的關係 現在黑跳層有點跳不太上去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當地圖很爛的時候 硬要黑跳層 就很有可能會跳了 直接跳死 好 這上面的兵攻場有點危險 要趕快再去蓋一下 好 那個工兵 獨自對方蓋箭塔 這根箭塔蓋得有點太前方了 導致有一些村民一直被射 好 這邊前壓看起來是 沒有辦法倒進去 MBL這邊圍得很快 非常果斷 好 這邊再趕快補一些房子 哇 看拉這麼多村民 去蓋這些房子 跟上方的這些箭子 所以花了他非常多的資源 導致現在才能去下他自己的農田 好 但正面的部分 又被開始射擊 哇 這個MBL 似乎想要用黑跳層 然後去打這個 胡思派戰車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就是胡思派戰車 實戰運用中會比較難打一點 正常打龍上去轉胡思派戰車 優勢並不是那麼巨大 但如果你可以黑跳層成功上去的話 那你的胡思派戰車勝率會非常高 這也是可能這近期 胡思派這個 不是胡思派 波西米亞勝率會這麼高的原因 太多人去學這個 偷吃步爬糞的方法 那我只能說 這一招對菜雞應該是非常有用的 你看如果遇到這種高手 像尼空這邊非常厲害 他這種強攻 正常的應該是直接被打穿了 可能連城堡時代都升不上去 好 那伯利店這邊還是優先點到城堡時代 那波西米亞則是被破挖的石頭進行防守 時代上升級還是偏落後一些 因為波西米亞這個打法 只要你是遇到正常的對手開局 像棒棒開 落馬開 攻兵開 你都有可能直接被打穿的 甚至時代都升不上去的一個問題 甚至你封建時代就會打出GG 所以波西米亞這個打法 算是能針對新手 如果你想用這招一路爬奔到18001500 可能是有點困難 跟到1500以上的分段 正常開局 是偏多一些 不得不說 大部分的新手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打 胡斯派彈車 這一把應該是有機會可以看到胡斯派彈車 畢竟我在挖石頭 而且這個箭塔也幹得太多了 那布列天這邊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3TC Kano 另外一個就是直接潛壓 出投石器 那波西米亞這邊要反制也很簡單 直接在前面插一根城堡 或是轉出 轉出這個475救贖思想 少想對方投石器也可以 轉鼓雷跟城堡 那城堡出來之後 可以產出475戰車 就可以治對方的工兵了 那投石器的部分呢 再轉出老頭去招想就可以了 後面可能待會還要再下一個修道院 然後去 對 就是這樣子 防對方快攻的話 這個 波西米亞能反制的方法很多 那有人會說 安樂遇到對方騎士怎麼辦了 那就更簡單了 你只要出老頭配槍兵 少量戰車 你就可以打得贏了 這就是為什麼波西米亞現在 這麼難解的一個問題 但我覺得波西米亞 這應該是也需要Nerf 這個波西米亞非常難搞的原因 是因為要點救贖思想 如果你是玩隨機 剛好選到一個沒有救贖思想的文明 遇到波西米亞彈車 基本上是抗不太住的 這個體質跟攻擊力 可能要再下修一下 聽說12月的改版 大改版中也會修到這個 波西米亞彈車 聽說是Nerf的狀態 畢竟勝利太高 如果新手們都用這一招的話 確實會影響到一些平肯 但高端場來說的話會怎麼看呢 如果以高手之道 用投石車跟老頭進行反制的情況 胡失敗戰車還能這麼囂張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投石車要小心喔 對飛翔是戰車高打低 但是投石車有這異攻射程優勢 就是7點射程 胡失敗戰車只有6點 所以只要把這個射程拿捏得好的話 投石車是可能被打到了 甚至被解掉 反而是自己一直可以回頭去反打這個戰車的 就是高手應對胡失敗戰車 一個很好的示範 好 那下方的戰車往下走 這邊 這邊要圍死也很簡單喔 這邊再圍一棟房子就可以了 這個墓區也太厚實了 好 但這邊好像沒有要繼續往前喔 雖然家裡的城中心被拆掉 但這邊的戰車數量非常的多 那佛西米亞果然轉出了老頭 也點出了475救贖思想 佛列顏這邊投石器可能會被招搶掉 OK 直接硬招 然後用戰車去打工兵 那佛列顏這個文明喔 本身也就是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要打對方的 這個胡失敗戰車的話 就只能靠投石車了 那投石車大概三到四塔 就可以秒殺一台胡失敗戰車 那要防守對方的老頭招搶就可以了 好 那三台戰車直接開到城鎮中心裡 反正他遠防高 也不怕這個城鎮中心射擊 現在城鎮中心有7點傷害 但怎麼射都是1滴 好 這三台戰車很關鍵喔 直接拿索雲去扁 瞬間收掉兩台戰車 好 想要點掉老頭 但是沒有彈道學 射得非常的歪 好 投石車順利又砸掉一台 胡失敗戰車 那胡失敗戰車 他有這個胡失敗戰車裝甲的關係 所以投石車打才會再更痛一點 這個打一把好像快要監禁780的傷害 會加到32滴的樣子 所以應該打一下是會扣個70滴左右 好 結果這邊工兵全部送掉 但是老頭一直都沒有被射死 讓自己的投石機就會很危險 那有人會說 那這邊轉肉馬去拆這些老頭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現在是3TC開龍的關係 肉量非常的吃緊 可能還是要繼續出工兵喔 讓自己3TC先運轉起來 有機會後面再去轉肉馬 可能更好一點 但現在轉肉馬的話 還有個劣勢點 就是 我們剛剛開頭講到 不列典沒有這個品種的關係 肉馬要打到後方的老頭 其實也是更困難一些的 這邊老頭配上胡失敗戰車 招翔自滴投石機 就想讓投石器被對方招翔到 這邊可能要直接硬砸老頭 砸死 沒有問題 後面的老頭有機會砸掉嗎 再來 哇 這一波砸掉 哇 順利的砸掉後面的老頭 但還有一隻活了下來 家裡的投石機反叛了 哇 結果這邊MBL 把自己的老頭全部送掉了 前線的部分 但後方還是有繼續補 前面的投石車趕快 拉車輪過來修理一下 但胡失敗戰車依舊是扛不住投石車的傷害 快 這邊取消掉了 前方的箭塔 那箭塔到底能不能守住胡失敗戰車 答案是否定的 那箭塔是要拿來幹嘛的 是拿來射老頭用的 並不是要來射胡失敗戰車的 所以你插箭塔 是只能防老頭 不能戰車 如果他真的戰車進來的話 把老頭隔絕在外面 自己就可以用投石車去應對 正前方的胡失敗戰車 所以你控 現在這邊是打得非常好的 問題上沒有太大問題 問題是要不要趕快撒農田 可以轉出大量的肉碼 那目前MBL打算要來前面補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城鎮中心一個都沒有 全力產這個胡失敗戰車 全村ALL IN 就是要補戰車 現在村民差距來到了一倍 11村對上40村 這邊收村 老頭收進去 然後去射擊後方的 生侶 這個劍塔的控制要控很好 OK 用老頭往前 繼續著想有機會嗎 但是劍塔在射老頭了 OK 城堡都很蓋好 前壓的機會又變低了 但是戰車直接走了進來 戰車就是不怕你的劍塔 這邊投石車要趕快北上救一下 哇 村民一發一隻 哇 欸 這個工兵從那一走過來的 哇 直接射掉了後方的三隻老頭 這邊再稍微一下 不想要讓戰車順利離開這個地區 這裡好像有個洞 再補一下 這個洞補起來上面這個房子可能會被打破 那投石車已經過來 那投石車第一時間也被解掉 這裡沒有拉村民去修理投石車 投石車可能會被解光 如果投石車被解光的話會相當危險 剩一滴血 還不及解掉 這邊還有兩台戰車 想要去 屠殺貫多村民 還有機會嗎 上面有個洞 還可以繼續過來 OK 這邊 這邊不利點喔 雖然被弄了一下 但經濟量來說還是特別優勢的 95村對上38村 MBL這一把是大招流 這一道就是斷村 沒有要跟你繼續農後面的東西 但MBL居然還在暗村民 看來他是沒有放棄要開農 他認為這波戰車進去有燒得到對方 所以覺得自己還不能放棄了 趕快轉農一波 那這邊他應該是用黃金去買肉 所以現在是沒有辦法維持自己暗村民的肉量 除非自己要撒農田 但是這邊要撒農田的話就有點 這個要怎麼講 本末倒置嗎 因為他這一招就是all in 流 沒有要跟你開農的 也不會跟你拚經濟 所以如果他這邊突然轉農的話意義不大 而且還要花更多資源 去買更多的肉 覺得其實是不太好的 而且他現在有第二根城堡 現在有軍力優勢的情況下 趕快把城堡壓在左邊這個位置 去控制左邊大量的城鎮中心 跟農田 會更好一點 當然右邊這邊也可以 那波列店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要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用出巨型頭時機 跟中頭進行反制 那老頭的部分呢 有這個十二射程常攻 也會相當好打 最近老頭後期也是十二射程 跟常攻的射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論大後期來說的話 不利點要解這個陣型 並不是特別難解 只有在前期的時候 沒有救贖思想 會比較難受一些 但到了後期就還好 好 那破西米亞這邊 頭是車過來全部集結 果然被插了一根堡 打村民 打了一發 但是果然會放棄 好 當然這邊已經順利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這邊開始亮才一些常攻 常攻的基本射程就有五點了 待會三級射補下就有五加四 九點的射程 然後再升一個時代 再 免十點射程 然後再升下野戰軍 呃 義勇騎兵喔 只是野戰軍 義勇騎兵點完之後 好 再補下 精銳的升級 就可以變成十二點射程 好 這麼多村民在裡面的收村 其實不太划算了 要趕快把這些村民喔 派出去外面工作才對 好 這邊想要走出去 往前面 踩石頭 好 看戰車走了過來 後面有一隻老頭 欸趕快 進入射程範圍內了 哇 用這個射程中心射掉了老頭 好 拖子車兩發砸掉一隻 傷害特別的優秀 但常攻兵被戰車打有點痛喔 好 前方想要挖石頭 但是戰車集結在前方石頭的位置 並沒有辦法好好開鏟 頭子車繼續砸 常攻射這些戰車正是 完全在抓癢 好 趕快把這個頭子車修回來 但沒有機會 往後砸了一發 繼續往後拉 但是來不及修理回來 尷尬囉 好 送我們身到帝王時代 絕情頭司機趕快開始量產 好 這邊終於是有騷擾到 不列甸這邊的經濟了 黃金可能要再多按一點 不然要趕快賣掉更多的資源 戰車現在打這個均勻非常快 那以前的福斯派戰車 是只會打一顆子彈 這今年的改版 讓他的這個戰車的子彈數量 越來越多 以前他還不是打這樣子 以前是超廢 廢道沒人想用 但現在可以拿來當主力 甚至是變成新手殺手 變化真是如此之大 從來沒有想過福斯派戰車會變這麼強 好 前方的巨型頭司機 會被戰車直接熟掉囉 不算戰車打 巨型頭司機是很快的 好 這邊直接拉村民過來解 但後方有頭司機在進行輸出 最後還是解掉了這邊戰車的數量 那戰車下次改版好像是改成160D血喔 不過確實血量要下修一血 這個血量太多確實很麻煩 好 這邊拉更多村民去解掉 殘血的戰車 好 守司戰車 村民還是挺熟練的 OK 但這邊經濟還是被騷擾到 這邊常攻出量還有15隻 好 右邊的承認東西沒有了 雖然巨型頭司機一直有在產生出來 但是一直被前方的戰車直接集結去點掉 好 這邊直接硬承城堡傷害 這修得回來嗎 應該有一個困難喔 他的數量太多 城堡雖然打戰車還是有點痛 但最終還是守不住 好 那MBL這邊補了一些村民之後 沒有繼續補 OK 那這樣才是這個 補腦出 無刷戰車的最佳打法 好 後方常攻 看到這個情況該怎麼解呢 寫不掉 但臭文書依舊是優勢 分數來說也是Bleden現在領先 巨型頭司機並沒有放棄要繼續 拆除右邊的城堡 但只要讓他城堡沒有辦法好好拆除的話 還是很容易量產出來這些古斯派戰車的 這邊頭司機先右先拆掉 但是戰車的數量也是越來越少 會吃到這個城堡的射程 後面的古斯派戰車解掉了非常多的常攻兵 從這邊只剩下少量的五隻單位了 好 下方的戰車就是進來 好 這邊看能不能找個機會喔 升個鐘頭 但現在支援量非常不夠 升鐘頭需要的支援量非常多 至少要這個800肉跟500斤 那農田還是要趕快復根一下 好 前方稍微扛住了 好 在前線開始挖了石頭 右邊城堡拆除之後 古斯派戰車影響力就開始慢慢減少 MBL這邊村民數有43村 好 稍微按一下村民開始補下經濟 分數落後了3000分 太慘了 好 這邊也要高打地嗎 好 這邊也要高打地嗎 好 那目前是城堡打地了 那以現在這個局面來說 普列天 待會也是可以考慮一點這個戰狼 去砸這個古斯派戰車 但最有效果的喔 還是用這個投石車會更有用一點 這要預判嗎 有預判 但是砸到了一些傷害 第一台古斯派戰車被砸掉 長弓兵過來想要吸收一點長弓的傷害 然後用長弓去吸引對方的古斯派戰車 讓自己的投石車有機會輸出 但這一波複雜 看起來投石車好像數量減得有點快啊 哇 投石車全部被解光 但是古斯派戰車還有大概五台左右 右邊這邊偷挖石頭的村民也被長弓抓包 被逼退了回去 好 在中間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把軍軍投石機往後拉走 好 這邊投石車可能會被解掉 剩一滴血 回頭砸一發 收掉一台 好 那換繼續按這個投石車 好 後面龍艇開始復根囉 三級射也補下了 長弓兵數量來到了14隻 少量長弓也在追逐後方村民 右邊村民沒有被抓到 老頭又開始復活了 右邊戰車過來 第一時間遇到村民 村民直接暴打一波 哇 他這個裝甲遇到村民的傷害 還是有點扛不太住 賣了500木頭換287塊黃金 福利店這邊開始買賣一波 正面的福斯派戰車也被換掉 剩下少量戰車 MBL能打得贏嗎 好 招翔前方的投石器 結果兩台投石器都被招翔掉 後面投石車直接後面砸了一波 長弓兵 長弓兵倒了一大堆 挖靠這一波 挖靠這一波 我今天有點失誤啊 蛋摟 他剛剛用長弓點的時候一直點到 這個福斯派戰車 並沒有點到 後面的老頭 結果兩台投石車被招翔掉 一瞬間損失掉了自己的所有戰力 現在長弓數量開始多了 而且是6加3 現在射一下有兩滴血 一下兩滴 這邊村民有在發呆 好 下面補了一根劍塔 後面福斯派戰車過來看一下 好 分數來到了差距4000分 MBL這時候還沒有放棄 哇 這邊直接抓掉 這時候正在移動中的老頭 好賺 好 右邊板想要插劍塔 但是看到福斯派戰車只能撤退 下方想要騷擾這邊 刮死的村民 反常並且過來營救 正面拆巨型投石機 能夠第一時間解掉後面的投石車嗎 投石車在後面繼續輸出 快修理一下殘血的投石車 投石車這邊解得非常快速 好 往前解可能解不乾淨 投石車還是很厲害 哇 福斯派戰車 扛不住 這些投石傷害 好 這邊用剩下的長攻去追 應該 總能射掉這些的 好 右邊又有來兩台的福斯派戰車 這時候MBL打出了GG 100台的 111台福斯派戰車 長攻邊出了42隻 那投石車大概出了10幾 10幾20台吧 230台左右應該是有的 那還是勝利了 擋下了Posimia 而且這把我覺得有看點地方是 不列電還是沒有救贖思想的 卻還是能擋下Posimia這個打法 那也是因為 不列電這邊也很果斷 偵查到對方的戰術 是要這樣打 工兵趕快去潛壓對手 給MBL更大壓力 讓他經濟前面投資太多木材 在這些東西上 深城堡時代更晚一些 自己才有足夠的經濟 開農反擊 成功擋下了 這個 50%戰車 潛壓戰術 那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MBL 輸了大概快要兩萬次 輸了18000左右 生物是拿到4勝5 那軍事方面 軍事方面的話應該是差不多 1.02 因為他們的差不多原因是因為 同時車跟戰車的交換比 差不多 長攻跟老頭數量 換一換其實也是差不多 這算是一個蠻經典的對決 那高端的比賽結果 果然還是防守反擊 更優勢一點 那如果大家想要一時間的去爬分的話 也是可以使用這個Posimia的戰車流 你想要開心爽爽虐菜的話 當然用這個方式是可以的 畢竟玩遊戲嘛 或者就是一種快樂 能不能長期爬分呢 這我就沒有辦法跟你保證 這個真的是 對 不太能長期拿來爬分用的一個招式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介紹一下 好 謝謝 你們 中文字幕——YK